本土疫情进入高峰,视讯诊疗需求大增 立委高宏安说,可线上预约视讯诊疗的健康亦有APP 却难用又落后,根本就无法满足民众的诊疗需求 所以我们很多的民意代表最近都充当起了科技的小天使 很多的民众在确诊之后第一时间 他不知道他该怎么样去做相关的APP的下载 或者是说他要去取得所谓的虚拟健保卡 那甚至在问诊的过程当中 他要取得处方签 再用这样的处方签去想办法找到药局来进行送药 这整个过程其实一直不停的在改变 那像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一个 我们就是目前的健康亦有APP 这个健康亦有的APP 其实很多的网友也都在网络上讨论 因为当他们面临到确诊 他们需要视讯问诊的时候 当实惠福部告诉大家 可以用健康亦有APP来进行视讯问诊 但很遗憾的是 他们当时在第一关 在注册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注册的时候还甚至有这个APP会回答你说 你的手机号码已经被设为是黑名单 哪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人名设为黑名单 结果呢在这个APP呢 在大家踢爆之后呢 就胃福部有紧急转向说 好那这个健康亦有APP呢 他可能不会是唯一的管道你可以透过什么 健保跨一通的APP 或者是呢你可以去这个我们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去找 哪一个医疗院所有进行这个视讯问诊 但是各位知道健保跨一通或者是医疗院所的网站 这一些都是什么我们要自己按图锁记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去做电话约这个视讯问诊的时间 甚至你约了视讯问诊之后呢 很有可能你还是得要再透过LINE啊等等一般的方式 而这个一般的方式呢 今天也发生一些乱象 甚至有医生就在他的这个媒体上面讲到是说 他甚至视讯一打开之后 对面出现一个全裸的病患 那这个视讯问诊之后呢 那我们今天用LINE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会不会医生或者是医院 他还要去协助这个跟病患去建立这个LINE的好友连结 种种的乱象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要用健康义友APP 你能够在这APP里面完成所有官方的认证 跟你的视讯看诊的话 这些乱象就不会这么容易的发生 也不会造成大家这么多的困扰 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做 那也就不会在民众不停的在寻找方法与工具的过程当中 错失了黄金投药期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看到很多问题 立委张其录则表示 中央法传系统流程缓慢 导致隔离通知单开立不及 确诊关怀程序无法启动 也引发不少民怨 我们现在光讲的目前这个通报确诊流程 其实中央跟地方之间就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空窗 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PC啊 采检或快栽事同确诊这个资料 上传这个疾管署这个后台 就是民众就可以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健保快一通APP 得知自己是阳性 那但是呢地方政府的这个问题 你看地方政府他在这个认定 或者确诊或开立这个居隔单的这些 这个依据却会是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什么呢 他说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中央在输入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 这个流程是非常的缓慢 而且跟刚才讲的 这个健保快一通APP就产生这个时间落差 所以有时候等于说民众已经从健保快一通APP 知道自己PCR结果阳性 但是地方政府却还抓不到 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的这个资料 就等于说没有办法及时通知这个确诊者 也导致后续开不管隔离单 确诊者关怀这个程序都不能启动 而产生很大民怨 各位可以想象 为什么很多民众都明明说 我不是就是已经采紧就是阳性了吗 甚至我自己的健保快一通都告诉我APP OK 但是地方政府怎么都没有讯息 这个不就是常常现在的一般的民众一个常态吗 等到地方政府的讯息来的时候 根本已经好几天了 所以有时候根本就也完全来不及 更不要说现在很多人也要拿去申报 比如说防疫险等等 根本就拿不到这些资料 所以这就说你光一个卫福部 自己的这个或者指挥中心的这种健保的这个快一通 跟这个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中央自己的 完全就是勾击不上 然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也没有资料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我地方有多少人在确诊或怎么样 也没办法启动他那些程序 民众党团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视视讯看诊的相关政策 不仅要整合现有平台 更要正视数位落差不能牺牲确诊弱势族群的就医权益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录音录影可以吗